最主要的華南水氣持續的冬移加上溫度 奇怪昨天跟前天似乎沒有到非常冷的感覺 沒有錯前兩天都只有東北季風到冷氣團的左右 但寒流今天確實開始有感的南下 一路冷到週四的清晨 這個時間比較長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來看一下這兩天水氣量應該是這一週最多的 你可以看到的一週的趨勢圖就是華南雲雨帶 陸續的冬移 比較熱區的時間大概就是在今天下半天到明天的上半天 雨勢會蠻大的 最主要涵蓋就是整個中部以北到花東地區 比較熱區大雨局部的發生機會會在基隆北岸 宜蘭跟雙北的山區 北台灣是這個水氣量比較多的時間點 慢慢的週三週四還有週五週六 到週末的時間都是水氣稍微有趨緩 帶一點東北風轉東風的情形 所以東台灣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但雨勢最大的還是以 今明兩天又剛好碰上寒流 所以部分的山區會有降雪的機會 溫度降雨你可以看到剛剛說到了水氣量 越往北部越往東北部 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是比較明顯的 慢慢的在明天的水氣量在下半天到晚上 會開始有趨緩 所以影響的華南水氣大概就是一天半到兩天的時間 低溫的部分呈現了六到十五度 當然今天北台灣會率先有趕的降溫 越晚越冷之外因為又是濕冷的形態 所以體感溫度會更加的不舒服 還有在健康上面會有一些壓力 老人家心血管筆記錄患者都要格外來擔心 北部今天高溫還有十四度喔 不過明後天低溫的感受會更加的明顯 中南部地區以溫差大為主 不過中南部地區的高溫也比起先兩天有所降幅 所以這是冷的是全台灣都有感受 大雨特報目前發在雙北跟基隆 所以外出的時候記得攜帶雨季之外 交通路況也要注意安全 低溫的呈現上面 台中以北到宜蘭還有金馬等縣市 不過隨著慢慢的寒流往南移的趨勢 所以低溫特報會逐漸的擴大 在明後天應該基本上很多的縣市 都會涵蓋到十度以下的低溫範圍 另外來看我也從颱風論壇抓了一張圖卡 最重要就是鎖定這三天的寒流影響 尤其週二這邊的水氣量開始有的時候 而且低溫的呈現上週二應該是最冷的時間點 你可以看到北台灣七度六度八度的低溫 縱觀來說平地大概就是七到十度左右 空曠地區四到六度是有可能的 尤其濕冷的感受讓大家比較不舒服 一路到週三還有寒流 不過水氣會慢慢的轉乾 有感的趨緩 所以從濕冷變成乾冷 尤其清晨週四就要注意一下輻射冷卻 可能會比較強的關係 所以在空曠地區都是有個位數的低溫 時間上面比較長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而看完溫度來看整體的下雪的機會 當然有些專家推估 目前看起來北台灣一千到一千五公尺以上 太平山跟拉拉山最有機會 你可以看到今天到明天 應該如果把時間再嚴格的定義來說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上半天 應該就是這一次降雪機率最高的時間點 畢竟有水氣又有低溫 所以太平山跟拉拉山你可以看到 九成以上的機會 應該都會下 只是雪多雪少的這個差別而已 至於在陽明山就比較尷尬一點 包括在二子坪 有些說到八百公尺也會下 目前看起來碰機會的這個 這個機會要碰碰運氣的狀況比較高 你可以看到以兵線跟物松為主 真的要下的話 太平山的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但陽明山基本上下雪的機率 就要看看運氣 至於在河環山中台灣兩千公尺以上 也有七成的機會 在今天明天都有下雪的可能 所以追雪族要熱血一下 兩個重點 第一個要多穿一點 第二個雪鏈等等的交通配備 不要讓自己自身在危險的這個狀況 所以追雪要格外注意自身男犬囉